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是反制呢 尽管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 但可以 概括出反制的这么几种表现 就反对知识 反对理性 蔑视知识分子和专家 沉迷娱乐 还有沉迷于流行文化 排斥科学以及精神上的惰性 1963年 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 写下了《美国生活的反制主义》 这是第一本考察美国社会反制主义的书 那今天这一本呢 反制时代呢 则是在当下又重新反思美国人一些反制行为 反制主义一直是美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它有一个平面地球协会 什么意思呢 就是相信地球啊 不是球体 而是平面的 这个协会呢 还有网站 还召开会议 这八经的呢 围绕地球是平的 来进行学术研究 不论人们给出什么样的科学证据 他们都不相信地球是圆的 在他们看来 哥伦布航海 这样一个历史证据 那是假的 还有卫星拍摄的地球的照片 那是假的 是NASA和其他政府机构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 一个圆形地球的阴谋 美国有一位特技演员叫休斯 他就坚信说地球是平的 他还是一位民间科学家啊 想要自己啊 制造火箭 飞到太空去证明地球是平的 这去年二月份 他的这个火箭呢 发生了事故 这休斯呢 当场不幸死亡 除了这个极端的案例 相信地球是平的 他并不会给生活带来什么危害 但有一些反制主义 他就是另外一个代表 你看 反疫苗运动 他就给社会啊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你看 前几年 纽约城大规模的爆发麻疹 这种在很多国家已经毫无踪迹的疾病 反而在美国呢 再度出现 原因就是很多家长抵制麻塞风疫苗 这事情的起因啊 是1998年 英国一位医生叫维克福尔德 他在柳叶刀杂志啊 发表论文 说有12名儿童在注射麻塞风疫苗后呢 出现了自闭症 由此就产生一个说法 说这个疫苗啊 会导致自闭症 但后来人们发现 这维克福尔德进行这个试验 这资金呢 就是来自反疫苗人士 他本人那就是违反了基本的科学行为准则 后来这个论文被撤下来 他本人呢 也道歉了 还被吊销了医生执照 但他的这个论文呢 却被某些反疫苗的人一直呢 拿出来当证据 直到今天 美国社交平台仍然有大量跟反疫苗有关的帖子 为了应对新冠大流行 这世界各地呢 都在进行疫苗接触 根据一项调查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 不打算接种疫苗 当然 现实呢 会让一些人改变态度 你看最近 央视新闻就报道了 美国一位专栏作家 他曾经呢 是一名坚定的疫苗抵制者 但后来 他的很多亲友 接连感染上新冠病毒 其中有一人呢 不幸离世 他终于意识到了 就接种了疫苗 有一项调查显示 美国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比这个中年人 青年人呢 更相信这个疫苗 还有 那些健康水平偏低的人 反倒 是强烈反对接种疫苗的 那究竟是美国人 跟新冠疫苗过不去吗 并不是的 他们并不是要反对新冠疫苗 而是要反对所有的疫苗 根据一项调查 只有45%的美国人 完全相信疫苗 跟儿童自闭症无关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诊断自闭症 有两个窗口期 一个是小孩15个月大 一个呢 是上学之前 而麻塞风疫苗 要打两针 恰好呢 就在这两个时间段 这就导致一些家长啊 带孩子打了疫苗针之后呢 去做自闭症的诊断 发现孩子果然有自闭症 这就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 要想弄明白 是不是疫苗导致自闭症 那必须要进行大规模的统计 有一项研究统计了60万个儿童 有一些呢 是打了疫苗 有一些呢 是没打 他们呢 得自闭症的比率呢 同样都是1% 看来疫苗跟自闭症没有关系 但普通人缺乏统计学的认知 很多美国人仍然认为 疫苗必大于力 甚至呢 有父母啊 因为拒绝给孩子打疫苗 造成小孩啊重病死亡 这个监护人呢 就被法院判决入狱 由此可见 当一个人陷入到反制的陷阱 他有多么的偏执 这危害又有多么的大 欢迎回来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反制主义啊 这反制主义的出现呢 有一部分原因 是人固有的心理缺陷 其中有一个效应 叫达克效应 是由两位心理学家 就邓宁和克鲁格提出来的 那意思呢 就是越愚蠢的人 他越容易高估自己 他越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 因为他们缺乏一种关键的能力 叫原认知能力 有这种能力的人 他能够退一步思考 看一看自己的表现 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比如 好的歌手 他唱出了一个音符 他自己呢 是知道的 好的导演 看到戏里 有一个场景不够好 那就已经了然于胸 好的脱口秀演员 也知道自己的哪一个段子不够好 相反 那些能力不足的人 反倒觉得呀 自个了不起 所以缺乏这个原认知呢 他会带来一个恶性的循环 比如 一个普通人 对医学 他知道的很少 当他跟专家交谈的时候 强词夺理 全然不绝 还有一个误区 叫确认偏误 这个术语啊 是指当我们认为 某种观点正确的时候 往往就倾向于寻找 能够支持这个观点的信息和证据 而忽略 那些能够推翻这个观点的事实 比如 以前人们有个错误的观念 认为 左撇子是邪恶的 于是 每一个左撇子凶手 那就是他们的证据 每一个右撇子犯罪 那都是例外 再比如 美国休斯顿 被认为是司机啊 最粗鲁的城市 于是呢 人们去休斯顿的时候 就牢牢记住 那些乱摁喇叭的司机 对那些文明 里浪行人的司机 要么视而不见 要么呢 索性忘掉 当然 这两种心理偏见呢 是人们的共性 普通人和专家 都容易犯 所以呢 并不是反制主义的根本原因 在这本书里边呢 探讨了美国反制主义的几个来源 那第一呢 就是宗教信仰 美国人往往相信 认识上帝 亲近上帝 靠的呢 不是知识 靠的是感动和直觉 这就奠定了某些人思维方式的基础 换句话说 你知识越多 离上帝就越远 比如 平面地球协会 这个成员呢 他们就认为 地球球体说 那是NASA的阴谋 破坏了人类对上帝的信仰 另外 不少信仰基督教的人呢 也认为 说圣经记载的 不是传说 而是真实的人类的历史 差不多呀 有三分之二的人 要求在公立学校里 学生 要同时学这个进化论 又呢 学这个创始论 你像前美国副总统彭斯 他就否定进化论 而是相信 年轻地球创造论 认为地球生命啊 那是上帝创造的 至今 还有很多人 按照圣经 一字一句 去解释人生和社会 他们都拒绝啊 接受医疗和科技 新冠 肆虐之际 不少拒绝戴口罩的人 就说呀 我有上帝保佑 一切都是天命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自由平等啊 深入人心 这本来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但慢慢的呢 人们在政治上的平等观念 被偷换了概念 变成了知识上的平等 说 大家都是平等的 凭什么专家 你就比我聪明呢 咱俩意见不一样 凭什么 你就是对的呢 用科幻作家 阿西摩夫的话说 反制主义的真正问题 就在于 我的无知 和你的博学 一样优秀 按照学者的说法呀 那就是沉浸在 对无知的崇拜中 普通人的基础知识 储备比较低 已经撞破了无知的底线 越过了措枝 一路下行 下行到了 错得理直气壮的境地 人们不只是 相信一些愚蠢的事情 还抵制 进一步的学习 抓住错误的信仰 牢牢不放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呢 就是务实文化 众实见 清书本的商业文化 那是当下美国社会的主流 行情工作 发家致富的人 才是值得尊重的 那些知识啊 那些书呆子啊 没用 作者呢 就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说美国有一个单词 翻译过来呢 大概就是 白手起家的意思 这个说法最初的含义啊 是指通过奋斗 从无到有 建立了一番事业的人 包括企业家 政治家 科学家 明星等等 不过后来 这个词呢 只用于商业上的成功 只用于赚到了大钱的人 而这个成功人士的标配就是 没受过什么教育 个人经验 重于专业知识 情感胜过了理性 这就使得反制主义啊 深深地扎下了根 欢迎回来 刚刚我们说到了好几个反制主义的源头 2016年啊 经常发表一些反制言论的特朗普啊 当选了总统 让美国知识界呢 很难接受 但其实呢 特朗普还并不是美国唯一一个不像精英的总统 比如另外一位前总统小布什 他糟糕的学业成绩 常常出错的英语 大大咧咧的牛仔作风 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样一个经济科技都很发达的国家 那为什么反制能够如此流行呢 美国生活的反制主义啊 还算是比较心平气和的 我们接下来呢 读另外一本书 《专家之死》 就是这本书呢 对于美国的反制主义啊 那真是痛心疾首 反制主义在过去并不是一种社会常态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在于 以前公众还没有能力 也没有什么平台 来向专家啊权威啊发起挑战 但这种情况 随着社会发展 就发生了一些改变 这本书就认为 高等教育 互联网 现代媒体 这三大因素 助长了反制主义浪潮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 高等教育的商品化 教育的初衷 是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知识的不足 树立终生学习的精神 成为有品质有理性的公民 一般认为提高教育水平 可以让人更理性 但这本书就说了 正是因为接受了教育 才让某些人 有了挑战专家的勇气 美国大学为了争夺学费 就把学生当顾客 营造一个顾客至上的氛围 在这样的服务氛围下 这教育不再以知识为本 而是以学生的好物为导向 变成了一种服务性的商业 这书里面举了两个例子 2015年的万圣节 美国耶鲁大学一位老师说 如果少数族裔觉得有些万圣节的服装 冒犯了自己 你可以选择无事 这句话就让整个校园炸锅了 最后学校出面来道歉 这位老师辞职了 还有另外一所大学 密苏里大学 有人用粪便在浴室的墙上 画了一个纳粹符号 这算是非常过分的行为吧 学校很快把这个墙给洗干净 但结果你才怎么着 西奥园里居然还爆发游行 有学生说你这是压迫行为 最后校长辞职 如此不分对错纵容学生 你能保证教育的质量吗 体验了四年美好生活的大学毕业生 往往不具备什么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这种半调子的水平 比没有文化呀 反倒更可怕 因为他们对某一个领域 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产生了自己可以比肩专家的错觉 你像在美国 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小镇 倒并不存在抵制儿童疫苗的问题 反倒是受过一些教育的家长 抵制疫苗那个概率更高 因为他们认为专家 是夸大了疫苗的作用 也正是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 导致了近年来 美国各种流行病 这样的疾病死灰复燃 这第一个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第二个原因 就是互联网 这互联网营造的虚假平等 在美国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专家 是什么导致了专家之死 大多数人呢 都指向同一个原因 互联网 过去人们需要咨询专家的建议 那现在呢 只要在这个浏览器 书关键词 几秒钟就能弹出答案 从某种角度来说 互联网的便利性 那也是莫大的福利 但这种福利 仅限于接受过调研训练 明白自己在收什么的人 人们不再做那么多的调研 因为他们只需要花几秒钟 就能在网上搜出漂亮的网页 给出的答案 还都是他们喜欢的 但是呢 人们在网上搜出来的海量信息 往往质量称词不齐 有的时候看起来是知识 让人们误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 其实呢 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 真正会让你受伤的 不是你不了解那些事 而是呢 事实并非你了解的那样 根据调查 美国55岁以上的人 只有6%怀疑地球是圆的 而18到24岁的所谓千禧时代 有34%的人都怀疑 他们是互联网原住民 更容易倾信某些错误的信息 互联网时代还造就另外一个现象 那就是人们会用我查到了某某研究 来捍卫自己的说法 但很多时候那些研究 压根就没有得到科学界的认可 或者呢早就是被戳穿是假新闻 然而某些说法一旦传播出来 在人们心中造成既定的印象 你事后打假呀 经常是于事无补 这本书呢就认为 网络营造了一种完全平等的虚假的环境 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 现在呢成了美国人日常新闻和资讯的来源 在某些人看来 专家也只不过是万千账号当中的一个 他们的意见不仅显得无足轻重 还可以被集体智慧来挑战 比如维吉百科是网民自由编辑的 那就是网络集体智慧的一个代表 但是呢这种开放式的编辑 它会导致简单低俗的议题受到关注 而专业的复杂的议题呢往往无人问津 毕竟嘛知识并不是简单的拼装 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第三个原因就是媒体行业的市场化 互联网问题的根本原因 可以用信息过载来概括 美国媒体呢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在现代传媒技术的推动下 大量新闻资讯呢充斥于公共空间 客观上呢形成了有利于读者的买方市场 多数人在看电视听广播时呢 也是在寻找符合自身立场的资讯 对那些不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 则嗤之以鼻 媒体啊本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教育功能 向公众传递真相和新知 但这个功能在过度市场化的过程当中 不断被削落 媒体自身也不断在娱乐化 那媒体业看上去呢 更像是浪人精神愉悦的娱乐业 当看新闻变成了休闲而不是学习 于是呢专业媒体和专业记者 就被挤到了市场的边缘 那些煽动情绪的会编故事的 就取要代之了 如今啊人们有最便捷的渠道 来获取大量的知识 却有那么多人抗拒学真正的知识 不仅如此 他们还不接受基本的证据规则 拒绝学习怎样进行逻辑论证 所以啊作者就说了 现在啊正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时代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说这个专家之死 这里说到的专家之死 并不是指专业能力的消亡 你看各行各业里 能够将业内人士跟外行 区分开来的知识 肯定死不了 世界呢永远都需要 医生 律师 工程师 程序员 以及呢各行各业的专才 日常生活中没有他们的 那世界还真就不赚了 骨折了你得找医生 有了法律纠纷你得找律师 不过这种对专家的依赖 是把专家当作技术人员 需要的时候呢 你就求人家 仅此而已 反制主义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你像阴谋论 那就是反制主义的极大成者 人们自以为聪明啊 但是呢 当自己无法理解这个复杂世界的时候 就全部把它归 归为什么呢 阴谋论 你比如 将近百分之三十的美国人都认为 有一个神秘的精英群体 利用全球化议题啊 密谋统治全世界 在美国 至今还有很多人 相信911事件 并不是恐怖袭击 有百分之十一的民众啊 认为 这起事件 是美国政府 自导自演的阴谋 一些离奇的传言 甚至认为 911事件遇难者啊 没死 只是被转入到地下 从事一些特殊工作 在现代美国 阴谋论啊 俯师皆是啊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它迎合了人们的 英雄主义情怀 英勇的个人啊 遇到了一个大阴谋 不惜和强大的势力来对抗 拯救普通人 这跟很多古老的英雄传说呀 如出一辙 一个智勇双全的 非专业人士 能够跟整个美国政府来对抗 并最终呢 获胜 这个思路 尤其符合美国人的口味 阴谋论巨大的吸引力 就在于 它既满足了人们的 英雄主义幻想 又以非逻辑的叙述 对某样问题 给出了一个通俗一懂的解释 专家知识 这本书就说道 如果我们不承认 自身知识的局限 不信任他人的专业素养 那一切都无从谈起 郭德纲的相声里有这么一段 说内行要是与外行去辩认 那你就是外行 比如我和火箭科学家说 你那火箭不行 燃料不好 我认为得柴烧 烧柴最好是煤 煤呢还得是精煤 水洗煤不好 这个时候如果哪个科学家 拿正眼看我一眼 那他就输了 当然这本书也说 专家当然也会犯错 但这呢 并不能推导出专业无用 专家闪开的结论 原因在于 专家学者这个群体 对于知识 有比较严格的验证标准 即便某一个专家犯了错 他这个群体 有着很强的自我矫正机制 比如诺贝尔奖得主 化学家鲍林 在上世纪七零年代 他相信维生素C 是一种特效药 他就提倡 服用大量的维生素C 来预防感冒 来治疗一些疾病 鲍林的主张 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仅仅是一个医生 建议他这么做 鲍林他就信了 并且呢 向公众来推荐 因为鲍林拿过诺贝尔奖 人们就相信他 但其实呢 没有一项科学实验 支持鲍林的说法 但鲍林不听 记忆不夸大维生素的这个作用 说只要服用各种 维生素就能治愈一切疾病 包括癌症心脏病 艾滋病 维生素生产厂商 当然高兴 乐于看到一个诺奖得主 给他们做广告 于是呢 维生素保健品是风行一时 不过后来 科学家证明 大剂量的服用维生素 其实是危险的 会增加癌症的概率 鲍林不仅损害到自己的名誉 也损害了很多人的健康 不过科学界最终证明了鲍林的错误 真正的专家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 他是敢于承认错误 根据事实来改变自己的观点 就像这本书的最后 作者就说了 前面说到的所有的内容 都是我作为一个专家的意见 但我也有可能是错的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读书料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五晚上八点老时间 读书料理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